随风话题来关心 房贷补贴月初开放申请 也有超过35万人完成了申请 不过营建署提醒 申请常会犯的三大雷区 详细内容交给静怡 好 3万元的房贷补贴你申请了吗 其实从6月1号就已经开放申请了 可以一路到今年的12月29号的下午5点钟 大家一定要把握时机 好 再来再帮大家说一下 其实谁可以来申请呢 当中包括说你的家庭 年所得要在120万以下 以及你房贷原始的核贷金额 台北市是850万 那么其他地区则是700万 这指的是原始核贷金额 并不是说我本来缴1600万的房贷好了 现在缴缴缴 缴到剩下少于800万 这样就可以了 并不是指的是原始核贷金额 就要是850万和700万 这样的标准才可以来申请 那么你借款人 包括你本人 配偶还有小孩 只能有一户的住宅 然后只能有一个房屋的贷款 好 现在营建署 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 现在有很多申请案 已经有35万户去申请了 但是常常碰到三大雷区 哪三大雷区呢 包括说第一点 就是这个申请的房子的贷款 你要去申请3万的补贴 必须要在今年的2月28号以前 你已经买了房 已经申请的贷款才可以 你去新买的是不行的 再来有一些人房子不是贷款 贷着贷着会转贷吗 你可能在今年的2月28号过后 转贷到其他的银行 好 但是你这时候要申请那3万元 要记得写的是2月28号 当下你贷款当中的金融机构 这样才是可以的 而第二点我们知道房子嘛 你买了之后可能 比方说一间房子 那么是先生拥有的 它是房屋的所有权人 但是当时候办房贷的可能是妻子 所以所有权人和借款人 就是不一样的人 这次要申请3万的房贷补贴 必须要由借款人来提出申请 否则你可能还要进行 所谓的放弃申请切结书 再重新申请等等 再来则是必须是购置住宅的一个贷款 如果你是以这个房屋去做抵押 然后去贷款一些消费性的贷款 这是不能够申请的 好 既然提到了三大雷区 我们再来看看还有三高 那三高呢 现在大家买房的趋势就是 房价平均是1267万 然后平均的房贷是906万 平均的房贷利率则是突破2 包括了房价 包括了房贷 都创下了历史新高 那么平均的房贷则是7年半的新高 大家现在很想回到过去 因为在2013年的时候 那时候房价平均只有922万 差了300多万 至于2013年这指的是差额 差了284万 那个时候房贷是622万元 因此现在大家会觉得 买房压力真的蛮大的 毕竟面临了三高的状况 以上就是这一节兔兔话题 再把时间交换直播